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两款佛牌 一款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鬼王佛牌 另外一尊是我们的福管 我们先来看看福管吧 然后这款鬼王佛牌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用料 接下来待会给大家看 好吗 好 我们就先来看这个福管 那天来看福管新的哦 来 这款啊 这款福管呢是 库巴邦啊 库巴邦开光起伏加持 活力是2562年 妙名是瓦班坦的 这款福管呢 是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等一下我给大家讲啊 那这座这款福管的时候呢 它里面呢 有掺了非常多的好料啊 然后呢还有 师傅当时呢 有去过劳国学习过呢 然后呢 里面也有掺了就是说很多劳国的一些用料啊 这些在里面 其实呢我们的库巴邦啊是一位呃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个高僧啊 是他的这个堂兄啊 就是他跟库巴邦师傅呢就是同同样啊都是非常厉害非常出名的这样的一个师傅 那这款呢它的长度是在3.8 3.8然后呢 哦不是长度的话是在6这样子6 然后它的基金是1.5 就是也没有所谓的很小了 但也没有很大了 这个这样子啊 它里面所制作的材料啊 就是黄铜 黄铜那个铁片 然后写上很多的经文 以及样在里面 哦 里面还有装满了一种那个魅力的植物啊 魅力的植物啊 它的意思就是呃 它的名字呢就是让女孩着迷 女孩着迷的意思 然后后面再用那个绳子起伏 起伏了之后的这样的绳子进行这样的一个绑起来的 呃功效呢就是非常的有魅力啊 非常的有魅力 能够让让这个佩戴者变成人人见人爱 受到大家的喜爱以及迷人啊 啊对自己的特别适合一些对自己的外表不自信的呃 一些男士啊 当然佩戴这样的服馆呢就会有获得更多的机会啊 更多机会跟自己所爱的这些女人在一起啊 那还有呢就是能够把敌人变为朋友 他会就是会让你得到很多人的同情 比如你的敌人你的不好的这些呃 对手啊他就会去同情你啊 慢慢的就会把它变成你的朋友了 嗯就是意识语言非常的强 然后魅力啊真的是魅力四四啊 人见人爱这样的一个功效啦 这个呃这一位师傅呢 他也有去像很多的师傅进行过学习啊 呃比如说去到老国学习啊 跟着那个高升学习这样的这样的法术啦 大家有喜欢这一款啦可以来恭请哦 感恩感谢大家 谢谢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款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款 第二款呢就是这样的一款套为数吧 那这个呢就是他的验证卡啊 验证卡 好卡看完了我们看看这款牌 这款牌啊这款牌的话 他是已经有包好了这样的一个 呃包好了这样的一个壳啦 好这样的一个防水壳 他这款所制作的材料也是非常好的 他用的是呃九宝铜 啊你们我相信你们买佛牌的这些佛友们 应该就知道九宝铜是什么吧 啊九宝铜加上真金 Logo啊Logo 九宝铜加真金的哈 这样的一款 呃这款佛利是2519年 由龙婆爽大师傅啊 祈福开光加持了这样的一款佛牌 啊龙婆爽大师傅 那这样我们也是一样先给大家讲一下 这一位师傅龙婆爽大师傅啊 等一下我们房间看一下 做工照非常精美 看他的衣服穿的啊 那手拿把劲 底部 是这样子的 龙婆爽呢 是一位啊神出鬼没的这样的一位呃神奇生啊 只要想要见只要见到他的哈 真的是要有一定的呃福报和缘分 那有一次呢有一位信徒呢 到了呃一些供父呢就去找龙婆爽 他把一些信钞交给师傅 师傅拿了之后呢就直接扔进了那个火堆里面 那信徒看了他也不敢出声 只能默默地看着 一会儿呢火里就飘出来了 一张还没有烧完的钞票 那钞票上面呢 剩下了三个号码 没有烧进 那这个三信呢就认为是师傅的指引 于是呢就按照这三个号码买了彩票 猜结果怎么样 结果 真的中了大奖 那于是呢 自从呢这一吃之中了大奖之后呢 他就大腹大跪了起来 因为他拿到了这个奖金之后呢 这位信徒又去找龙婆爽 他给他带了很多的食物 想要感谢师傅 可是呢龙婆爽已经不见了 早就出去外面 去学习他的法门去了 去游玩去了 所以呢这个世纪呢 也让龙婆爽有了次财 次财的这样的一个神圣的美誉 那师傅呢 在泰国啊 在泰国 其实有很多书籍都有关于 龙婆爽师傅的这一生的 这样的一些故事 那以后呢 以后呢有大家 我会给大家一一的再讲讲解啊 再讲书了 以后有机会给大家再讲解啊 谢谢大家支持 那么涛威鼠王 他是一尊 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位神 不管是哪一间寺庙里面 都会有他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因为他可以帮助啊 帮助正宅 保住保佑家宅平安 让那些孤魂野鬼啊 一些不好的磁场 不好的灵不敢靠近啊 所以刚好 谢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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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